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场比赛将争夺ISKA世界金腰带 随后他将重返亚洲赛场 进入万冠军赛 而他的首场比赛将对阵中国拳手张佩勉 武尊是踢拳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张佩勉是中国最之手可热的小级别拳手 能够挑战武尊也一直都是他的愿望 这场中日最顶级的踢拳大战 让两国拳迷都无比兴奋 大力鼠VS莫赖斯三番战大力鼠 作为MMA小级别无可争议的霸主 来到万冠军赛之后 因为不适应规则被莫赖斯地面吸KO 但时隔一年 大力鼠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同样是以吸法KO对手成功复仇 今年万冠军赛将来到美国 大力鼠也将和莫赖斯进行三番战 这次将会是怎样的局面 雄静男VS李慎珠四番战雄静男和李慎珠 堪称女子MMA界的传奇宿敌 一番战的时候 雄静男在被全面碾压的情况下 重拳KO李慎珠实现大逆转 二番战中雄静男占据优势 最后关头却被李慎珠降服 三番战中雄静男全面进化 点数击败了李慎珠 但是李慎珠并不服气 于是万冠军赛促成了这次四番战 你认为最终谁会拿下比赛呢 邱剑良VS罗棠 自从输给邱元后跪后 邱剑良已经很久没有打比赛 不过近日万冠军赛传来消息 邱剑良将回归 对阵深重的罗唐 罗唐一直都是以惊人的抗击打 和极强的擂台表演欲而著称 在国际上拥有众多粉丝 邱剑良受到伤病影响 状态一直不佳 这次迎战罗唐 不知道双方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比赛 你跟看好谁呢 繁荣vs昂拉恩桑昂拉恩桑 是缅甸的民族英雄 也是万大级别的代表性人物 他曾获得万冠军赛的中量级和轻重量级的冠军金腰带 在今年1月份的比赛中 昂拉恩桑一回合重拳KO对手 这是他连续两场首回合终结对手 展示出极佳的状态 繁荣来万冠军赛之后 也需要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来证明自己 中国大级别拳手能否在国际上打出名气 唐凯Mersus-Anderlade双冠军战唐凯 在去年8月份击败了丹勒 获得万的羽量级金腰带 成为了中国男子首位MMA世界冠军 如今他终于迎来了首场未免战 同时也是双级别金腰带争夺战 除量级冠军安德雷德看上了唐凯的金腰带 要将体重来抢夺 安德雷德曾击败多位中国拳手 有着恐怖的战力打击技术 唐凯将遭受前所未有的考验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特别节目 这里面只有两组对阵是真实确定的 在留言区给出你的答案 明天我们来揭晓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